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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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另外的像中国交底就是美国的红线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同时我觉得通过这个交底和摸底 来建立一个防范管理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冲突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有进一步的一个目的就是通过这个 比较开诚布公 开明 开放和透明的这样的一个交流 想深化两军之间的交流 增进互信 总的来看我觉得它的基本的目的已经达到 虽然有些不近人际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总的目的它已经达到 他自己也认为此行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那么程晓龙博士您能听到我们的说话吗 可以听到 好的 好 刚才韩先生说了这次哈格尔的访华之旅 一个是交底 一个是摸底 那我想来请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像我们看到在中美防长的共同记者会上 这些常万全是非常的强硬 他特别说了说 中国的军队是已经时刻做好应对各种危险的准备 而且是朝之寄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那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为什么常万全这次对哈格尔的态度这么强硬呢 我觉得在过去的这五六年当中 中美两国的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军事态势 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逆转 那就是美国出于国内的财政原因 开始收缩自己的国防预算 同时开始裁军 而中国走的是相反的路 中国开始全面的扩军备战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现在中国的军方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 对外发出了越来越强硬的信号 包括这次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访问北京 中国军方的高级官员 一而再地重复这些高调的言论 我想他主要的目的并不是立刻就要 与周边国家发生冲突 而是要展示他们这种毫不退让的姿态 换句话讲就是中国已经看到了美国 在军事方面的一些往回收缩的动向 在这个背景下 中国准备趁虚而入 那么美国也同样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哈格尔这次访问北京 其实是想和中国的军方沟通 意思是你们不要过越线 美国虽然在收缩 但是并不是说美国可以允许 东亚地区出现严重的不稳定 但是中国政府现在这个做法 这个扩军备战 它的直接的压力 就施加在东亚中国的周边国家 所以从日本开始 往南到周边的像菲律宾 越南都纷纷地感到压力 甚至连印度也感到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地区不可能不做出反应 所以也开始了扩军备战 所以亚洲地区的扩军备战 这一轮的视作俑者是中国 美国在这方面 只是试图尽量地维持地区秩序的现状 而不要发生变动 陈博士 我们看到这个扩军备战 可能最主要的表现 会表现在这个军费的增加上 我们最近也一直看到 中国有军费增加了相关的报道 虽然中国现在还是排名世界第二 但是它的军费增加的幅度是非常大的 可是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 他们的人口是非常众多的 边境下非常的长 海岸线非常的长 所以要是摊下去的话 其实是非常少的 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用刚才 中国军方提到的这个说法来解释 中国现在的军费安美元计算 大概是美国的三分之一 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 如果和美国做对比 中国军人的供给标准 是美国的十分之一 就是说的通俗一点 中国军人是吃大米馒头 和这个青菜萝卜 配一点猪肉 美国士兵是吃牛排的 广是这样的生活标准 就决定了美国的军费 比中国必然的要高非常多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其实是用压低士兵的标准 来这个省出大量的经费 购买这个军事装备 所以中国虽然军费 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 但它的士兵的消费 只有美国军人的十分之一 所以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军品采购 实际上和美国的军品购买 会规模上可能接近相当 这样的情况 就当然会令周边国家紧张 我觉得它的分析非常有趣 因为中国它除了说 不管在经济上 它可能是用比较低一点的劳工 来进行经济上的优势 它甚至在军队方面 也采取一样的策略 不过我想请问一下 韩先生就是说 我们看到说虽然美国 好像在军费上有点退缩 但是其实美国在亚太地区 有很多的盟友 例如说他这次出访日本了之后 他也跟日本强调说 美国也跟日本一起合作的意愿 甚至也说 他是说为了因应来自朝鲜的威胁 美国也将派两艘 宙斯级的导弹驱逐舰前往日本 当然到那边以后 是不是只是为了朝鲜 还有待商榷 另外他也访问了蒙古 他们在蒙古也签了一个军事协议 而且过去十年来 其实蒙古每年都举办 叫做可汉探索的军事演习行动 也是要跟美国还有欧盟来做合作的 所以说是不是美国同时也利用盟友 甚至说你看地缘政治上 来给中国造这些压力呢 是这样的 但是我首先 我对小龙博士的分析 有一点不同的看法 我就看起来表面上 中国军方是阵风相对 这个相当凶狠 但实际上呢 我们看背后并不完全是这样子 那么这次这个出访呢 我觉得就是美方向中方交底 然后摸清中方的红线 在什么地方 中方的红线呢 虽然一方面说 我们这个不怕事 我们不退让 在领土问题上不退让 不妥协 不交易 但是呢 他又做出一个承诺 就什么承诺呢 就是我们不首先惹事 不对日本 首先使用努力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进展 一个承诺 那这种承诺 实际上在前几个月 就已经开始了 我们知道 在钓鱼岛的巡逻 以前海警舰艇 巡逻 西北上每周是四次 现在呢 已经降到 每两周才有一次 那就是已经在采取 很多的措施来降温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说美国这次 哈格尔这次这个执行 还是很有作用 还是达到了一些一个目的 另外在盟国 就是在周边 美国重返亚洲 这个战略 是已经是既定的战略 但是不是美国 就是想通过 这个周边国家 建立一个包围圈 我觉得不是这样 美国主要还是 出于一种防范的作用 防范的这个动机 因为美国从来没有 对中国有任何的 领土的这个野心 而且美国一直在表示 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 欢迎看到一个稳定 和平 繁荣的中国 我觉得这一点是 非常明确的 陈博士 那么我们看到呢 哈格尔这次的访华呢 是去年八月份 中国国防部长 常万全访美的 这个互访的 其中的一个环节 那么我们也看到呢 就是今年三月份呢 美国的陆军参谋长 也去访华 而且呢 在今年夏天呢 中国军队呢 还将应邀参加 就是美国举办的这个 环太平洋 2014的多国军演 那您觉得这个 是不是意味着 美中两国的这个军事关系 真的是越走越近呢 我觉得谈不上越走越近 因为中国心目中的 真正的假想地 仍然是美国 我最近半年来 从各个管道 得到一系列消息 中国政府派出了 很多政府智囊 甚至包括一些 以学者面目的线人 到美国的各个方面来打听 如果中美将来 发生对抗性的活动 或者是有些摩擦 美国会不会对中国下手 这个问题提的非常荒谬 因为美国完全没有这样的意图 就像刚才韩联潮先生谈到的 美国在东亚地区 采取着防御姿态 防范发生冲突 那么中国为什么会问 这样的问题 很显然的中国的预案里头 是有将来要发生冲突的 可能的这样一个准备 他们要摸底 换句话讲 在他们制定 现在新的战略的时候 他们非常关心 美国的反应究竟会怎么样 我相信中国并不准备 和美国真正发生大的冲突 但是眼前的平静 并不等于说 东亚地区就能继续平静下去 中美之间的平静 一方面是缓和了东亚地区 暂时的局势 但是另一方面 中国的扩军备战 依然在毫不迟缓的 一步步快速推进 比方讲中国的航母 几年以后又有第二艘要出来了 所以在这些背景下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其实是在 扎扎实施一步一步的 实现扩军备战 所以扩军备战之后 他的下一个目标 其实讲得非常清楚 那就是他要实现 他的所谓的 这个所谓强国梦 换句话讲 就是他们准备 把邓小平的韬光养晦 基本上抛弃了 从韬光养晦 变成展示军力 那么他实际上能够展示 当然不是美国 不是针对美国的 而是针对周边国家 哪个国家软弱 他就准备 对那个国家施加压力 但是具体怎么做 我相信中国现在并没想好 好 谢谢程博士 那么刚才程博士谈到说 在东亚局势 目前是比较平静 看上去 但是其实是暗潮涌动 那么我们星期四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也将讨论一下 中日是否会有一战 就欢迎观众朋友 到时候锁定收看 是 那在我们接 这个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 我们再请教 韩文博士一个问题 就是说 刚才也提到说 这个强国梦的这个发生 然后这个建军备战 我们也知道说 虽然美国是一个 一个防御的姿态 并不是主动请战 但是中国一直有这样说 要突破第一岛链第二岛链 这样的说法 真的太平衡共管 所以在一直往外扩张的时候 你势必会碰到 美国所谓的底线或红线 或者周边的国家 一定会紧张 要求美国要有办法 能够来保卫它 我们会介入 这样的话是不是 在中国往外扩张情况之下 冲突的几率 还是一定会越来越高呢 我觉得从长期来讲 我同意这个 陈博士刚才的分析 就是说 中国他想用社会主义的价值 来取代战后 这个联合国形成的 所谓普世价值 这个打破和平共处的 这个战略格局 从长期来讲 他一定要朝这个方向来发展 实现所谓的强国梦 红色帝国梦 那么从短期来讲 我觉得中国还没有这个实力 它目前打的都是口水仗 不足引起这个威力 但是呢 这个短期的 我觉得在口水仗上面 可能还会升级 但是在食指冲突上面 我觉得会往下降 因为中国已经很明显地意识到 自己在军力上面不足 不可能马上来进行对抗 所以我觉得这个倒不是什么 特别要引起注意的 另外一点 我觉得值得大家警惕的 就是军方 因为它跟美国的军方不一样 美国是文职人员来控制 中国是军方的军事人员来控制 随着这个军队内部反腐的 技术的深入 军方为了巩固自己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可能会采取一些对外 一些强制的强硬的军事行动 来转移矛盾 转移注意力 这种可能性很有可能会出现 因为在我们知道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军方就是因为预算被削减 那么发动在海洋 发动了一场战争 这种情况我觉得 比较令人担忧 因为军人干政 是有百里百病 百臂无一例的 所以危机国家的政权 造成很多不稳定 国际上的不稳定 现在体制跟美国还是不一样 美国国防部长还是有总统 国会要任命听证的 而中国的军方可能长有 很大的事权 对北京方面不一定是这个 而且很多我们看到 所谓的针锋相对 很多中国的军方的官员 常常以一种骂街的方式 来表示自己的不满 好像来试强 实际上显示 自己没有文明修养 没有一种大国的风范 气量和姿态 就这样自己丢份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好的 一个方法 我们现在在线上 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在等待 已经等待很久了 我们现在来接听 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 首先来请零下的高先生 来发表您的看法 高先生您好 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中了 请简短发言 喂你好 喂 您说 哈克访华对中国警告一下 对亚洲地区的合作 是好处的 以防止中国这个武当战争 叫一岛 以日本发生战争 今天的中国和俄国 就如同二代式的 日本和德国 是法西斯专政提取 中国主义者 它对世界的合作 会构成巨大的挑战 当然事实上 中共它不再对民主国家 贸然开战 如果开战的话 中共正确崩溃的概率很大 因为从80年时代 邓小龙的改革开放 对市场化改革 并主动对西方民主国家示好 于是美国就开放了市场 美国的资金 民主国家的基金技术 加上中国 没有任何社会福利的 廉价劳动力 让中国的产品 很有竞争力 出口欧美 然后换来了大量的外汇 和低等性的技术 为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长次发展 建立一个资质 随着中国势力的加大 中国提琴专政 把这次的费子 就开始挑战 自由民主 普世价值观 尽管中国经济 经济是世界的加大 好的 谢谢林夏的高先生 我们现在时间非常有限 我们把时间留给 其他的观众朋友 让他们来发表一下 他们的看法 接下来接听一下 广东的朱先生的电话 朱先生您好 朱先生 你好 我们知道就是 哈格尔访华的时候 这个范长龙当面 就是表达中国的不满 实际上吸引了 很多媒体的研究 这也摆定了 以西米为首的 这个中国军方吧 在对美国的态度上 实际上是 见趋强硬的 我们知道 昨天西米 他还视察了普通 就是西米上台之后呢 他实际上对军方的 移住要远远高过 他的前两任 就是江东尼奥普通 第二点呢 就是我对哈格尔比较不满意的 就是包括哈格尔在内的很多美国政府官员 在钓鱼岛问题上 他只要是在跟中国人见面的地方 他就说美国政府不值立场 但是在和日本人见面的时候呢 他就会发表一些偏袒日本的言行 这是我觉得 这是美国政府 我对美国政府很不满的一点 好 谢谢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 山东的邵先生的电话 邵先生您好 你好 请简短发言 我想说一下这个 那个宁夏的 那个高先生 他90个汉奸 我们中国整家那么的军匪 你们美国就怕了吗 没了个热熟的号 你们也害怕 那我们就是被人民的侵略了 沦陷了 我们就不用我们的军队了吗 那你们美国还有军队干什么 好 谢谢山东 好 谢谢山东的邵先生 接下来我们想请程孝龙博士 来对观众的这些发言回应一下 好吗 程博士 我想这个中国人滥用汉奸这个词 已经成习惯了 汉奸的含义 准确讲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 或者是身为中国人 这个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而出卖这个国家的利益 实际上 中国历史近这个现代史上 中国共产党就是拿着 俄罗斯的第三国际提供的卢布 逐步起家的 如果要追汉奸 这就是一个汉奸 我们现在都知道 第三国际当年 每个月给中国共产党 在上海的总部 五万美元 当时是个巨大的数目 中国共产党的 中国的所有活动 甚至开办一所工人夜校 这个共青团开次会 都是找俄罗斯伸手要钱的 所以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 就是靠苏联政府 养的一个机构 那么至于这样的活动 算不算汉奸 我不知道山东这笔先生怎么看 也许他觉得只要 是政府让他说的话 他就这么说 那么那是他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中国 如果说他的强国梦 强在什么地方的话 应该首先是要问一个 基本问题 这个问题 1980年代初 陈云曾经拿来 作为攻击邓小平和华国锋的目标 那就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什么 当时提出来的这个答复是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国家强大 四个现代化的目的 是改善人民的生活 这是重点 而不是这个扩军备战 更不是增加什么重工业 好的 陈博士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我们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 就只能先进行到这里 我们稍后还将继续讨论的话题 是中国的尸毒之伤 父母的余生何处安放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